大家好,我是阿虎 大家好,我是阿虎 很久都沒有拍過片 這次拍片的原因是 因為每一年到這些月份 總有朋友問我 你是APA畢業的,我想報APA 好嗎? 我都知道考完DSE的各位同學生 心情都非常忐忌 前路忙忙,又不知道報哪些學校好 所以我就決定拍片 講多些給大家聽 APA裡面的真面目 是怎樣?如果想做到 黃秋生、黃祖男或蘇如華的話 是不是要考入APA呢? 其實每一年 我都有聽過不少同學想報APA的 最高峰 甚至有千幾二千個考生 想欠十幾二十個學位 甚至有人考錯 兩次、三次或者四次 都考不到APA的 所以我就會以一個 APA Drama School前度的身份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考入APA的必勝小提示 所謂的必勝小提示 我覺得離不開三樣東西 一、心態 二、技巧 三、臨場表現 我還記得 我第一天開學的時候 那個老師就跟我們說 如果你們想做明星的話 麻煩你自己再去學 又是你完全幫我聽不到 真的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 事實上他真的說得很對 因為我們除了基本的ACTING課 之後呢 我們還要上 林林種種萬七的科目 包括是 聲線訓練 唱歌、舞蹈、廣東亞、拼音 戲曲、彩智光 英文、日本分析 中西系的歷史、人文學科 化妝、CAMERA等等等等 我曾經是一個同學 因為不明白 為什麼要練倒立這麼辛苦 所以他讀了一個季節之後 他就退學 去做一些他真的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在報名之前 你都要想一下 究竟這件事 是否真的適合你的呢 嗯? 好了 當你決定了 真的很想入這間學校之後 你 就要下定一個 六親不認的決心 Well 我每一天都要睡八個小時的 沒可能 那 我每一天都要跟豬朋 不是 跟朋友一起吃飯 我換到油下起的 沒可能 那 我每一天都要跟我爹地媽媽 和我隻Pansy一起吃飯的 簡直是登陸冥王星的事 那即是怎樣? 沒可能 哈哈哈哈 基本上我們的study hour 0923已經是在所難免的了 還沒計你私下要做Paperwork 和排施work的時間 所以你只能夠蓋坦一句 我的青春小亂一去不回來之外 你還要預了 生是APA的 人 死是APA的 鬼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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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是因為這樣,你就會練成一種絕招 就是零秒睡著覺 基本上無論那個環境多麼吵,多麼嘔吵,多麼奇怪 你都可以啪一聲,就睡著了 還要睡得很軟 我還記得有一個聖誕中間的時候 有一個早上,我急著睡著書 我就跟自己說 我說不行了,我真的要睡覺 我要真的睡覺 我就算走到我也要睡 我還記得我在common roomate的時候 大概是早上9點3個時 然後到我再睜眼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的11點 是晚上的11點 期間有很多人出出入入,玩,排戲,吃飯 他們以為我暈了 但我真的睡得超級軟 而且我從來都沒有醒過 我真的覺得我這個技能是可以去東華三院表演 然後真的有點善良 給我支票表演這個節目 說到這樣,如果你真的有這份心態的話 那你就要留意我下一集 因為我下一集會說一下 究竟考AP是要考什麼的呢? 有什麼技巧和提示的呢? 記得追蹤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和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見 拜拜